大學社團 今天來到這邊 必須指出一件事情 蔡英文過去 聲稱自己是一個最會溝通的政府 這件事情已經被他自己給戳破了 他不是一個最會跟人民溝通的政府 他是一個用警察 把青年勞動者踩在腳底下的總統 他是一個過去的承諾 可以悔氣 在10月3號自己下令 要把架給砍掉的一個砍架總統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我們必須嚴正的指出 蔡英文蔡總統 你過去聲稱自己是一個最會溝通的政府 這件事情已經破功了 並且在綠色執政的各個地方縣市 土地一提土地破千也一直持續 所以我們必須質疑蔡總統 如果 如果 我們也必須呼籲蔡總統 如果 這個就是 今天的這個場景 就是你 持續用來對待人民 對待被壓迫者的聲音 抗議的聲音 一定會越來越大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我們一定會採取 更激烈的行動 來捍衛這七天假 捍衛我們這七天國家的休息 以及雙倍薪資 以及所有勞工 七天假的一個勞動條件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對 拜拜